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单车骑行 西北五省做田野考察 那是我也没经验 是第一次出行 走了五个省 在这个途经宁夏中卫县的时候 在一个就是那一代正好是这个长城 明代长城 当然这个长城是最早可能是隋代的 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又建的在明代 所以后来完整的保留下来的是明代的这个长城 我就沿着这一线 基本上在这个宁夏到陕西这一段 全是这个明代长城 在这段长城经过的这个宁夏段 路边 这是哪一条公路来 这个路边有一个出现了一个那时候零七年吧 正是那个 一个是外资 另外一个就是南方企业支援北方企业 这种情况的协作 友好单位 这样情况比较多 利用北方的资源 南方的技术和人才 人力 当时我在路边就看到一个企业 叫做宁鲁石化厂 更奇怪的是我在这个宁鲁石化厂这个大门这儿啊 发现了一个牌子 这个牌子上写的什么啊 长城以南 严禁西烟 这个牌子够来人的吧 大概我在这个胡坎里 之前也谈到过一个在这个哪一期 我忘了啊 在那次我描述受网易委托去拍摄神奇发射的这个现场啊 那一次我在那个地方发射现场 那个地方那个那个航天城嘛 那个单位叫食物所 当地的都叫食物所 在食物所的门前啊 有军人拔岗 然后旁边立着一块大牌子 绿色的牌子 牌子上也写的是泄密什么什么 然后泄密必杀头 必杀头啊 巨大的金字 泄密必杀头 你就把这三个字 前面半就我这会儿猛下记不起来 你把这泄密必杀头 在百度图片里搜一下 就可以看到啊 那个是够雷人的啊 这次呢 这我又看到了一个雷人的牌子 对吧 当然了 那个牌子是很严肃的话题 这个牌子呢 它是一个错觉 但是至少我当时把这牌子 拍了以后发了出发到网上以后 大家第一我有点那个标题党嫌疑啊 大家一看这个图片立刻就进入看长城以南 为什么不许抽烟呢 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 在这个公路边就是 这个公路啊 也就沿着这个隋代 而沿着这个明代长城修建的啊 而这个宁鲁石化厂 就是宁夏 一看就是宁夏和山东合资 搞的一个石油化工什么什么 化企业化工厂啊 规模还不小 看来是地方一个重点项目啊 这个厂子呢 在公路的外侧是城墙 是长城 长城的那一侧 就是这个石化厂 宁鲁石化厂 当时我还一看 乍一看 我还觉得挺奇妙的 挺奇妙的 它这个大门啊 厂大门啊 巧妙的利用了长城 它把长城这一段 虽然长城已经残缺补权 但是在这一段呢 还是一堵墙 至少你翻不过去啊 残缺补权 祸祸祸祸祸祸祸的 但是呢 它还是一堵墙 在这地方开了一个祸口 大概有四五十米 三四十米 这么开阔的一个祸口 把这一段城墙彻底就挖掉了 然后给这地方用砖头防鼓 垒出那个城墙的那种模样啊 城堡的那种模样 建了一个大门 我这一时半会儿 我当时拍了照了 但是现在搜不着了 这个网上搜啊 也没找着啊 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 当时呢 他就把这段城 长城呢 建成了他们厂的大门 而且那是 当然是开个祸口不像话的吧 所以他又用现代的砖 砌成那种防鼓的那种 一个城门楼子一样的 类似于这样的 宁宁鲁石化厂 哎我专门骑自进车 走进了这个厂 在这个厂 一进门就是白米大道 两边都是那个夜化气罐啊 类似那种啊 楚雄罐啊 然后呢 我就在这个白米大道上 已是畅通无数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惊讶 这个长这是长城啊 哎当时这个长城保护法是应该是2006年发布的 我是07年走的这一段 哎走到这发现了这个情况啊 哎应该说是他们是至少是顶峰作案吧 应该是啊哎利用了这个长城 哎做了他们厂的一面墙 哎同时把这个长城哎又修了个假的这个门楼子啊 哎按照长城保护法里边多少条我忘了 他至少在 所保护这个长城以外200米的距离 哎或者是有一个说是200米是不能做什么建筑 但是还有更近的是50米以内不行的是 就是50米以内就是绝对性趋了啊 还有一些危险品要或者什么东西 要在200米以外 就是说在这一段是空白地带 但是这个厂就不 他们是就紧挨着长城 把长城作为他们厂的一堵墙 所以在这个墙的外侧啊 长城的这个 哎 厂子啊 在南侧 所以他就立这个牌子立在这就长城 这个长城啊 以南 就是他们厂区石化厂嘛 严禁吸烟 是这么回事啊 是个错觉 哎 当然了 这件事情是应该说是很恶劣的啊 哎 之后我写了数篇文章揭露这件事情 披露这件事情 但是成果不大啊 说老实话 中国在中国对保护长城这个意识啊 非常欠包啊 尽管可以把巴达里啊 把一些重点山海关啊 作为中国的象征 作为甚至还还谣传是在为 美国人在卫星上看到了 地球上唯一看到的一条 一条细线就是长城 哎 这是胡扯啊 可是在这个地方呢 长城建这样被遭建被破坏被挖掘是吧 而离这个我离开这个场以后呢 同样在这段路骑行不远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更恶劣的现象 什么呢 就是国家这是可是国家项目 国家投资修建的这个高速路 一条高速路 直接穿过长城 他怎么穿过呢 按照长城保护法来讲的话 应该是从地下穿行 偷动 或者是从高空架空 过去 他这个呢 是直接 那个高高速路的那个桥 就压着长城那个 长城按理说 现在推塌了啊 之前可能高出还要高出两三米 他把这两三米就作为空间跑去 直接压在现有的这个土 土墙上边啊 直接穿了过去 给人感觉就好像是穿过了长城 这是严重违法 就是保护法里边 明言规定 这个高速路公路 这个一年前正在当时正在修 对这个高速公路正在修 还没有通车 但是保护法也已经颁布一年了 既然还有这种现象存在 这是我当时又看到一个情况 我把这个也披露在网上 引起一些小范围的反应啊 但是呢 也是无计一事 我们国家不是经常有这种情况 法归法 就是说 要不说中国的法律 就是最美的睡美人 他是非常完善 非常全面 但是他在睡眠状态中 就是没人执行 或疏于执行 这事我就不说了啊 同样是那一年 我在这个二楼村 大家知道我不知道 二楼村那个 就是那个石大贝他们家吗 在那一代 我是频繁活动啊 经常去 回到北京以后呢 回到西安以后呢 同样是都要绕道道 绕道去一趟这个二楼村 二楼村所在地叫延迟堡 这地方有一个著名景点 叫什么呢 也是石大贝送我的时候 我们走那儿突然发现 公路边的那个长城啊 还是那个绵延不断 那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 所去之处都可以伴随着 都伴随着这个明代长城啊 虽然是残缘 但是它明显是一道城墙 而在这段城墙呢 非常奇怪的 上面开凿了 五十多口窑洞 就好像是陕北人住的 那个窑洞样子 但是小一点 因为今年久远 坍塌了啊 所以洞越塌越小 越塌越小 而且里边也被土填住了不少 很少有那个 很大的空间那种 就说这个五十多口这个洞啊 据农民给我讲了 当地农民给我讲了 因为旁边立了块杯子 就是三无九旅当年 那个含义就是三无九旅 当年在这个地方挖盐的时候 驻扎的窑洞 因为公路这边呢 就是盐池 就是盐池 盐池宝盐池宝 一个盐湖 一个天然盐湖 自产 从底下的是泉水 冒出来是天然产盐 的这个盐湖 当时这个盐湖对 中国革命啊 对盐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资源 战略资源嘛 所以王震带领的这个三无九旅 就在这个附近这个利用这个长城 在长城上凿了五十多口洞 一个洞里据说是住一个班 这样再开凿再挖掘这个 晚上住这儿白天去挖盐 就这样一个事件啊 我在这个旁边看到了一块 已经被涂抹 斑驳鲁梨的一个一个杯子 那个杯子当时地方上立的 就是三无九旅 蛙盐所居住的窑洞啊 大概就是意思啊 原文我忘了 大家再往上搜一搜 可能搜到我 哎 我当时看了以后 第一印象是 呀 这还是个 这是个稀罕物啊 是吧 而且三无九旅是大名鼎鼎 对吧 哎 所以我当时特别留意 而且每次去啊 后来我不是经常去吗 都在那拍照 后来我也回来给 在文章里也提到过这事儿 哎 但是后来我随着这个 我在阅读这个 学习这个长城法 长城保护法啊 就越来越对这件事提出质疑了 是吧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这显然是对长城的意思 严重破坏 直接凿动 对吧 当然你可以说是战争年代 什么手段都可以采用啊 非常时期嘛 啊 如果要是搭帐篷啊 那显然不行的 气候不行 如果盖房子的话 这是要是有成本的时候 所以就直接利用这个长城 哎 开着这个窑洞啊 这些事情啊 我之后又不断的去陕北 去二楼村 大约有这么多年 大约有三十多次了 在最近一次就是二一年 就是去年啊 去年六七月份啊 六七月份 我又去了一次 这次去 我不是在拍这个二楼村的纪录片吗 哎 我这次去的时候 带着无人机 哎 带着一个学生啊 学习 传媒学院的一个学生 哎 我们三个人 四个人啊 哎 同去啊 这次去的时候 我特别推荐这些学生 年轻人来看这个 三不九旅这个 这个曾经 革命遗迹吧 红色被他们叫做 红色遗迹啊 但是呢 这是我意外的发现 这个 五十多口洞啊 已经被围了起来 被铁丝网拉了起来 然后那个石碑也被重新树了一块 另外呢 还立了一个 树立立起来的一个标志的一个柱子 红色的一个柱子 大意就是红色什么什么遗址吧啊 哎 我对这方面的测词啊 特别不熟悉 记不住 往往看见的记不住 不像看见一个什么 生龙活舞的一个一个真实的东西 我印象特别深 哎 这对这些事情我即使看了过后 要想想的话 要想回想的话 真想不起他们那些措施 恐怕这个是终身改不了的啊 哎 我当时看了这个以后呢 旁边还有一个宣传栏 宣传栏里大概有那么十几块那个文字啊 文字版 里边提到了 还有一些照片 哎 无非就是领导啊 在这电击啊 剪彩啊 干什么啊 我说这有什么动作 什么什么什么 这发生什么事了啊 后来我仔细把这文字读了以后呢 才知道 嗯 国家 拨款1.12亿 打算在2003年 就是明年啊 完工 把这段长城啊 保护起来 作为红色遗址 保护起来 哎 然后呢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嘛 哎 就那些东西啊 哎 我当时 以前我来了这么多次啊 看到这个 呃长城啊 也就是 也就那么回事 对吧 他们不在乎这个 啊 也没人提这个事啊 随便弄你立块杯子 我也呢 顶着写片文章 哎 作为一个见闻报道报道 就过去了 直到他们这样一作为以后呢 我再引起警惕 哎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 大家明白吧 这不是欲盖弥彰吗 是吧 就是过去这种可以认为是 哎 应该即使是三五九里在非常时期挖的这个洞 那当然作为一种历史遗迹啊 包括文化革命 你破坏了的就是破坏了哎 把破坏的就是说周总理对文物保护有一个指示吗 修旧如旧吗 你破坏成什么样 你就保留什么样 这样是最科学的保护对吧 历史在发展嘛 你破坏那段也是历史 破坏的历史 历史曾经遭遇了这样的如何如何啊 可以保护下来 当然了现在很多地方就开始造假庙造什么假遗址 哎把那修复起来 这是欲盖弥彰 但是这个三五九里这个呢 他没有 把这个长城 这个五十多口洞啊 遥洞啊 堵起来 恢复长城的原貌 因为那很简单吧 这一恢复找不见那个三五九里的这个遗址了 那还有什么红色 哎 纪念一亿呢 也是按照周总理这个指示啊 把他原封不动的保留了下来 但是这是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人们就要问了 这个遗址保护的方针是没有错的 但是为什么在长城上做这样的作为呢 当然你也可以解释 战争时期非常时期 是吧 但是呢作为当今已经到进入文明社会了 让长城保护法也已经颁布了 这件事情只能作为一种伤痛史 你把它保留下来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要说它是红色遗址呢 这不是给我抹黑那么说 所以我对这个是持异议态度的啊 我在这么多年啊 西北各省这个包括09年沿着黄河走了多半城 走了三分之二路程从戈尔木到三分峡黄河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这个段落啊 我走了过去 基本上在这沿路上都可以看到长城的断断续续的这个遗迹啊 坦率说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工程啊 但是呢 过去的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出现这种破坏现象 包括你看我们这我提供这几个照片啊 就是我拍到的一些工厂 他们的那个废油池就建在长城的边上 因为长城是属于保护地方 所以没有人在这盖房子住人 所以这空白地带他们正好 就有的是乡镇企业 有的是说老实话是国营企业啊 就直接利用这块空白地啊 就挖油池 废油呀废料啊就排泄在里边 所以导致这个长城啊 就甚至就泡在这个废油里边 是吧这种情况特别多啊 还有这次这个定边县城啊 就是我去的这个二楼村 那因为发洪水水这个这个问题也是 我当年关注二楼村 甚至请来了李嘉诚啊是吧 慈善基金会来关注这件事啊 之所以引起这么多还包括很多媒体 就是因为排废水的问题 定边县排废水 而现在呢 大概在四年前又有一次这个水 就冯雨季嘛 整淹没了多少个村庄 所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呢 县里边就甚至决定就是说是 直接在这个就是三五九里 这个长城底下挖了一套渠 挖了个渠 把水穿过这个长城 紧接着又穿过公路 直接排到了对面的盐湖里 首先对长城的地基是一个破坏 然后过去以后呢直接排到那盐湖里 但是沙漠里很少有湖很少有水 这个盐湖虽然是产盐的 但是它至少 既然是湖水湖水 所以把水他们认为排进去 无所谓的 没所谓啊 没想到这几年过去了 这个是这个盐湖里的盐啊 彻底没有了 应该说几千年流传下来 这个盐湖一直不断的生长 不断的产盐的 这个包括三五九里 也在这取了很多盐的这样一个盐湖 就这样消失了 我们在2021年去的时候 看到的这个这个湖呢 是一片死水 那个河滩上啊 湖滩上啊 看到那个死鱼 那鱼干的 光是一个孤独架子啊 躺在那个湖滩上啊 这个情景非常凄惨 当地农民都给我们 控诉这件事情啊 我当时听了以后也是非常非常愤怒 所以在我们这个国度 被一直荆棘乐道的这个万里长城啊 大家不知道 听说过没听说过 我刚说这个情况啊 他还有这样一番遭遇 由法部一 2006年颁布的温家宝签署的 颁布的这个 长城保护法 实际上到现在是一纸空文 没有起什么作用 倒是一些看似用心 堂皇的这个目的啊 在大张旗鼓子在干 而这些作为呢 不能不说是对长城的 又一次的破坏 好了 今天我们就说到此 再见